大家好,中印边界冲突现在印度方面传来一个新的消息 印度国防部的安全官员现在对记者证实 印度希望用4-6颗专用卫星来密切关注中国在实际控制线上的活动 印度的安全官员要高分辨率传感器和摄像头来跟踪解放军的行动 印度方面在2019年展示了反卫星的导弹技术能力 这使得印度能够杀死流氓或敌人的卫星 中国在空间对抗反卫星武器上面也是有发展的 中国是可以威胁到地球同步轨道GEO还有空间站 一些卫星系统的安全 所以中印很可能这次冲突上升到太空领域 就是在这个卫星在太空的这个载轨的卫星可能要进行 进行一部分的现在看叫黑客攻击吧 07年到18年中国曾经实施了数次针对印度的网络攻击 包括2017年针对印度卫星通讯的电脑攻击 应该是软件攻击所以用电脑攻击 会不会上升到硬攻击 硬攻击就是直接把印度卫星从这个轨道上 让它变轨自己坠毁或者是击毁 那么现在看局势发展 现在印度方面应该是感觉到中国的威胁了 1817年的时候受到过中国的这个攻击 印度的卫星通讯卫星被中国的这个电脑进行了攻击 但是印度坚称被攻击的同时没有一个系统受损 就是印度方面他认为自己的防火墙很强 那硬攻击呢 就印度这个防火墙应该就不好使了 所以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印度方面要用4到6颗卫星来密切 新的卫星来密切监视在这个实际控制线附近的所有的解放军的活动 4到6颗卫星 那这是最新的消息 我觉得印度方面使用卫星啊 他首先他这个航天技术是有的 这个能力有 但我觉得中国方面反卫星啊反你这种侦察能力也是有 如果后续印度和中国啊在边境地区越来越紧张 很可能中国就会把印度的一些侦察卫星给他敲掉 那么印度可能也会进行一些反卫星啊 反卫星它是有能力的啊 19年就实验过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啊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如果中印开战啊 如果中印真正开战 可能就是人类第一次啊 这种反卫星战争